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217集推理 曹韵衙门分为两个系统 排岸司和刚运司 最高级别的官员是转运使 郑思品 管理着曹韵衙门里里外外近千人 曹韵是朝廷所有衙门中最有油水的 远景二十年 朝廷曾经推行过卖官 卖的都是曹韵相关的职位 张勋服一边带路一边 沉声说道 到了远景二十二年 卖官欲决的政策被卫公和王首府联手取缔 但只是两年 烂于虫树进来的蛀虫便多到令人发指 时至今日 仍有一群十位素餐之位 窃居高位 徐清安对张勋服的愤慨不慎在意 反而从他的话中提取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点 需要卫渊和王首府两个死敌联手压制 那个卖官欲决的人是谁呢 毫无疑问是远景帝 史书上卖官欲决的皇帝不少 远景帝不是个例 这些皇帝都有一个共同点 花钱如流水 而且史书上对这类皇帝的评价都不会太好 至少对这种行为抱着抨击的态度 宇州曹运衙门到了 衙裔见一群人马来势汹汹 为首的是穿飞袍的大官 以及胸口绣金螺的大羹人 连问询都没有 狂奔着冲进衙门禀报 过了几分钟 宇州曹运衙门的转运使 郑思品大员步履匆匆的亲自出门迎接 这位转运使年过五旬胡子花白 相貌普通 眉心有一颗黑质 让他平平无奇的外表多了几分特殊 本官张行英 奉旨前往云州查案 这是内阁的文书 张巡护取出了一本薄薄的册子递了过去 原来是巡护大人 实景实景 里边请 转运使看完文书后 恭敬的递环 然后侧着身做出请的手势 一行人进了衙门 拽运使领着张巡护来到衙门大厅 入座砍查后 拽运使笑道 巡护大人周车劳顿 可是打算在宇州休息数日啊 他不动声色的观察着这位京城来的巡护 只觉得对方是个不够言笑的无曲之辈 见面至今不曾露过笑脸 京城来的大人都这般巨傲吗 这位转运使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啊 张巡护摆摆手 本官是否在此留宿 只看案情进度如何 此言怎讲 转运使愕然 张巡护望向大厅外浪声道 带上来 连同洛塞胡汉子方鹤在内 62名黄骑帮的成员被带了上来 他们身体带着或轻或重的伤 神色萎靡 看到这些人 转运使既惊讶又茫然的站了起来 指着他们看向张巡护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 为何穿着我曹运衙门的差服啊 这就是本官拜访转运使大人的原因 当下 张巡护将事情经过详细的告知转运使 后者听完已是面无血色 一屁股跌回座椅 这可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啊 这氧气功夫也太差了吧 跟我在京城打过交道的官员相比 这位转运使简直就是个青铜啊 许清安一边心里吐槽 一边观察着转运使的神色 细微动作 张巡护沉声说道 转运使大人 本官问你 此案你是否知情 转运使呢急忙摇头努力辩解 本官并不知情啊巡护大人 张巡护没有搭理 扭头砍向了人群中的白衣术士 几位白衣术士微微汗手 示意没有说谎 沉吟了一下张巡护说道 那刚运使是否在衙门内 转运使 这才将注意力转移到罪魁祸首身上 愤怒于自己挥下 竟出了一位二污仔 沉声说道 刚运使颜凯 今日休目不在衙门 本官立刻带巡护大人去捉拿此料 刚运使颜凯府外 张巡护挥了挥手 让虎奔卫散开包围盐府 同来的曹运衙门转运使杨沐华 也带了二十名捕手 待虎奔卫散开后 将律中直接带人破门而入 将府上所有家庭护卫通通按倒 虎奔卫 曹运衙门的捕手 大耿人三股人马席卷整个盐府 迅如雷霆 不给对方反应的机会 大人人在书房 曹运衙门的捕手 率先发现颜凯 当许清安随同僚们赶到书房时 晚了一步 他看见喷溅了满地的鲜血 浓稠如款 刚运使颜凯无力的躺在大椅上 脑袋歪斜 脖颈处有一道深深的伤口 右手边的地面落着一柄匕首 这个结果 显然出乎了杨拽运使和张寻甫的预料 恶然之余愤怒充盈了胸墙 不过两人的怒火并不同 转运使的怒火更接近无能狂怒 刚运使一死 所有的目光就聚焦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肯定是被最先怀疑的对象 张寻甫则是一种主熟鸭子飞走的愤怒 人太多了容易破坏现场 而且不能保证在场的没有凶手 很可能会破坏关键线索 许清安是最冷静的 念头转动间当机立断 所有人退出书房 在外头等候 听到这话的张寻甫精神一阵 扫了眼中人 沉声说道 都去外头等待 退出书房 很快 书房里只剩下了江吕中许清安以及两位大人 寻甫大人 这阎凯定是畏罪自杀了 此案与本关无关啊 杨拽运使一叠声的解释 急着撇清关系 张寻甫根本不理他看着许清安 许宁燕 你好好看看 杨拽运使不禁看了许清安一眼 很快就不再关注 拉着张寻甫继续解释 絮絮叨叨的诉苦表清白 血迹凝固成快 刚死不久 但在我们入府之前 差不多是我们进入草原衙门时死的 许清安点点头 他简单的查看了颜凯的尸体 窗口如此明显 没必要再验尸 就是被割断颈动脉死的 看完尸体后 许清安照例检查了书房的每一个角落 寻找可能存在的蛛丝马迹 整个过程只有短短五分钟 许清安叹了口气 寻甫大人 他是被杀害的 不是为罪自杀 张寻甫汉手 何以见到 喋喋不休的转运使停止了辩解 扭过头来 警动脉被割断的话 人会因为缺氧 因为求生的本能而挣扎 不会做成这样 当然 仅是如此判断 他被杀还不够 颜凯 是个左撇子吧 扬转运使一愣 你怎么知道 他的左手中指一侧有厚厚的茧 这是常年握笔留下的 正常人的茧是在右手中指 因此 我判断他是个左撇子 你们再看脖子上的窗口 左身右浅 这是右手持刀 才会留下的刀痕 哎呦 神啊 转运使 震惊的看着许清安 眼里再没有半点的轻视 半注箱的事件不到就能找出线索 推断出死亡的真正原因 哎呦 这简直 这能力真的是太过神奇了 厉害